您秘书刘副官 韩副局长您好 我们有点事想请您帮帮忙 好 先坐 来 来人泡茶 茶就不必了 我们想知道 有关黑市买卖的一些情况 黑市买卖 你们证据处也关走私 也关翻盐土啊 我们只关心黑市的武器交易 您帮我看看这把枪 一九一一市 点四五口径博朗宁手枪 这种款式在黑市上的确有卖啊 您这么肯定 当然 我才给我女儿买的就是这款手枪 韩副局长 您能告诉我 您买这把枪的具体位置吗 黑市 玉琴路鬼市场 请您马上带我们过去 先等一下 鬼市场 书法租借 我得先给他们的巡捕房 打个洩查电话 你们稍等啊 来了 好 快收拾 是 是 谁 韩局长派我来的 容先生 货到了 马上搬进来 好的 好 好了 他们已经同意我们携带武器 进入黑市 不过限定我们两个小时之内 搞定这件事情 没问题 怎么样 嗯 可以 小狼 带几个兄弟 手在外面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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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人来了 好 兄弟 归姓啊 我姓黄 就黄四成 黄三爷 是我的远方亲戚 我是他手下 好奇了 你在黑市卖什么 不瞒容老板 我是卖烟土的 有时候也泛泛 强之弹药 照片看过了吗 看过了 我认识一个姓丁的 他在我这买过烟土 详细的情况跟他说了吗 您放心吧 说过了 容老板 您放心 我和阿四啊 都是吃一碗饭的 我们一定把活干得漂亮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你从真机处里面 抱出来 老板 人来了 走 黄掌柜 韩副局长 韩副局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带几个朋友 来看看你啊 看看你这铺子里面 新进了什么货 想要什么货呀 您有什么货 来看看吧 想要什么有什么 前段时间 你这里卖的 博浪宁手墙还有货吗 刚好还有一只 是 看看吧 没错 就是这款 这款枪你卖过几支 我卖过几支 与你何干啊 要买就买 不买辣倒 长官 有话好说 我们只是江湖上讨生活的 我老板是黄三元 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保管你没事 好 这款枪 你卖过几支 五支 五支 都卖给谁了 我们向来 不问主公的性命 我认识的韩剧长 就买过一支 对 他说的是实话 一般买枪的人 是不留行踪的 我问你 鬼市场除了你 还有几家店铺买卖枪枝 两三家吧 不过最近生意不好做 大家都改行犯烟土了 刘副官 给他看照片 看 你看看照片上三个人 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枪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你要实话实说 有 谁 指出来 就是他 你可看仔细了 就是他 他在这儿买过 同一款手枪 请你马上跟我们走一趟 这可不行 这铺子它不是我的 是我老板黄三元的 韩副局长 这里暂时交由您保管 我们查清事实之后 很快会放人 好 他的老板是法租界的探长 你千万不要伤害他 否则伤害他 会不太平 我们只是为了调查一件事 不会伤害他的 刘副官 把人带走 走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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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黑市场 做军火买卖的 是啊 干了几年了 素年吧 很好 转过身去 我让你转过身去 听好了 这是什么枪 多国产的薄荷枪 这个呢 奎尔特手枪 这个呢 美三菱狙击步枪 比利时保冷凝 你可以转过身来了 把他们四个人带上来 带进来 是 是 小丁 你为什么不抬头看看 这个人是谁 他不看 是因为他们彼此认识 所谓做贼心虚 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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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啊 你不是什么 你这个恶鬼 终于让我给揪出来了 出座 我是被陷害的 是他陷害我 是他陷害我 住嘴 他是什么人 我闻都闻得出来 满身的黑道痞子味道 你是什么人 我可就真不知道了 林组长 林组长 你要为我做储啊 林组长 你要为我做储啊 我那会是满烟土 不是满 满烟土也好 满枪也好 你到个黑市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活到头了 林组长 饶命啊 林组长 把他带出去 李组长 饶命啊 李组长 饶命啊 李组长 饶命啊 李组长 好 放人 是 出座 来 还有你 快走 我说过 我会还你清白 谢谢 我不会恭喜你的 因为事情进展得太顺利了 不是吗 于秘书 你什么意思 所有的事情 在一夜之间全都送上门了 顺得不可思议 换句话说 显得不够真实 小丁是去过黑市 至于是满烟土还是满枪 得审过以后才知道 目前来说 你们三个的嫌疑 比小丁还要大 我肯断定 内鬼 就在你们三个人之中 坐坐 你千万别武断地下定论 会死人的 李组长 有本事拿证据说话 珍疾处理光凭卖嘴巴皮子 是办不了案的 我会拿出证据的 我发誓 我一定会把这个鬼 给揪出来 出座 你让我 越来越看不透 老师 阿次世来 谢老师不杀之恩 不用谢我 谢谢于秘书就可以了 我从头到尾 就没想放过你 你 你有话要说吗 出去 我 我不排除 于秘书和刘副官暗中帮我 于秘书做事 历来公正不私 刘云浦没有这个胆量 事情太顺利了 我反而觉得心里不踏实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信任你的 但是信任在事实面前 回朽崩塌 只不过是 顷刻之间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 我这个人做人做事 自律严谨 一丝不苟 你是我亲自带出来的人 我不想自己看错人 昨天晚上受了不少罪吧 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押押身体 快去吧 是 双双 我找你有事 对不起 容先生 我很累 我为了保证你今天能充满朝气 活蹦乱跳地走出来 我折腾了一夜 我也很累 我也很累 快点啊 百货公司大减架 我替你买了一条西装 容先生 你得失心疯了吧 平白无辜地送我一套西装 对不起 我不喜欢这种款式 你自己拿着穿吧 我没说要送你 我是暂时借给你 要付钱的 停车 小心我打穿你的肺 保持冷静 这不是一般的衣服 这是细服 你想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还有你父母的秘密 穿上它 你就可以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 装神弄鬼 我想知道 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必要回答你 当然 这就好像出一个测试题 有的人愿意回答 有的人心虚 你是我大哥 不胜感激涕零啊 好 下一题 我和你父母是什么关系 两种可能 第一 你是我父亲外世所生之子 我父母休于你的存在 第二 我和你是一母同胞 我父亲为荣誉和地位 抛弃了你母亲 抱走了我 留下了你 导致你们母子饥饿 疾病 贫穷 很显然 你哪里弄错了 离涕万里 拿去穿吧 容先生 您好 请坐 容先生 我们上次谈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说说你的条件 上次我们不是 我需要更 谨慎地考虑每个细节 所以你再详细地说明一下 最好是让我看到更有说服力的东西 否则 你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容先生 您要是看了我带来的东西以后 你一定会跟我们合作 容先生的目的 是在为父母报仇 铲除凶犯 如果有了这些证据 足以将仇人送上四星台 到那时候 你不仅可以光复门楣 孝子复仇 还足以成为上海滩的一段传奇 这是杨宇华 在东京时留学的照片 这张是杨宇华 与日本一级英子的照片 还有这张 是杨宇华 这是全家福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一出哈姆雷特 当初杨宇华在东京 与异计交好 唯恐你父亲反对 再加上 贪图你父亲的高官后路 利欲熏心之下 做出了杀雄灭伦之事 至于徐玉珍 冒犯 我不该直呼 你母亲的名讳 我说的是这个 一级英子 在杨宇华的安排下 她在东京的一家医院里 做了整容手术 容先生 您是医生 在这一方面 你比我再好 你看看 他们的眼睛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你想画什么 雷霆密钥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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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等会儿 杨先生 我们老板还有话跟他说 怎么说着说着就洞粗了 全阳先生是我的贵客 你别告诉我 杨宇华 没有教你如何带人接物吧 下来 是 全阳先生 这些文件 事先涂过药水吧 我是医生 对气味可是很敏感 再过半个小时 这些资料就变成废纸了吧 不过我今天要感谢你 感谢你 让一个任贼做父的人 看到了他早该看到的真相 诈数 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还是坚持己见 不看了杨宇华和徐玉珍的人头 我是不会和你们合作的 本来嘛 两国交战 不展来势 可是 我派人查过了全阳先生的底细 日本大使馆 根本就没有你这个翻译 你真正的身份 是日本黑龙帮的狗腿子 我这个人历来讨厌人家欺骗我 这样吧 文件是留不下来了 留下你身上的一样东西也可以 荣先生 你是死我人哪 荣先生 荣先生 刀还没切呢 你叫我 荣先生 饶 饶命 饶命啊 饶命 饶命啊 千万不要啊 阿三 刀要是切下去 写会弄赃我的桌子吧 对对对 弄赃手中 弄赃手中 让我来处理 杀人不过头点地 说得对 听你的 来 荣先生 不要 杀死荣寺太太 负责彩点的是你吧 我查过春河医院 出事前一个月的病人问诊丹 全阳先生你一共来过三次 我说得没错吧 饶命啊 饶命啊 荣先生 饶命啊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走错一步 万劫不复 饶命啊 没什么好担心的 她的身份是假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不存在 我杀了这个人 第一 为了荣寺太太 第二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我不能让徐玉珍和杨玉华 看到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不想再让你涉嫌 这箱不好用 好 没必要再刺激自己吧 心里有数就行 照片上的影像开始模糊了 药水生效了 这一切都是你设的骗局 我不相信你 这一切都是你设的骗局 我知道 不承认是对的 如果马上翻脸杀了你养父母 我会怀疑你的人格有问题 我理解你的痛苦 你理解 感同身受 所以 我给你时间 给你选择的余地 给你思考的方向 至于你将来怎么做 你自己决定 不过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我要让你的养父母 得到报应 我要让他们偿还他们 所犯下的所有罪 要让他们偿还 回去休息吧 我不留你 把衣服换了 救你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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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看到杨先生的身体 好像出了点状况 会好的 精神正常就行 帮我背车 回荣公馆 荣 荣公馆 我想回去走走 你帮我把 云海美术社的画板带上 还有 你帮我把处理过的油画 也都带上 明白 阿刺 好啊 不可能 初儿 我亲手把他给下葬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我也想亲自去看看去 他们不是你父母 你的父母早死了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一出哈姆雷特 当初杨宇化在东京 与一级交好 唯恐你父亲反对 再加上 探图你父亲的高官后路 立于熏心之下 做出了杀雄灭轮之事 谎言 只有在揭穿他的一瞬间 才是谎言 也许你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所以你也分不清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谎言 执行命令 否则我对你执行战场几率 生死考验 分分秒秒 阿初少爷您来了 阿初 大太太 来 我来 阿初来了 来了 我来看看你们 算是你有孝心 来 快看看我今天这副牌 今天这牌打的呀 真是有出无尽哪 让我看看 今天谁是大赢家呀 当然是大太太了 阿初啊 听说你跟商会的明董事长 很熟啊 我跟她炒炒金而已 孙太太也炒金吗 炒什么金呢 我是听说她很有钱 四十多岁了还是单身 这个我可要揭发一下啊 她虽然是一人未娶 在外边却养了三个娇妓花 养娇妓花又怎么了 要是我们荣华能嫁给她 做个大太太 那也不错呀 打这个 动 碰 你看看 三姨娘做大自喜呢 不打根本就没机会 冒险总比这样强吧 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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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 胡吧 这才像话嘛 要不然打什么牌呀 你不一样得掏钱吗 那我愿意 阿刺 你怎么来了 我想跟你一起 喝一杯 你知不知道 你不应该来 阿刺 你怎么了 你就把我当作杀猪吧 我真的无助格去了 是不是因为老玉的死 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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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平常没什么事 要常来走动走动 阿次回来看到你 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知道 您就放心吧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好 我想去阿次的房间 坐坐行吗 好啊 我让佑人带你上去 不用了 我自己上去就行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好 今天天气不错啊 晚上也许会有月亮 很适合散步聊天 千万别辜负了 良辰美景 那你给阿次哥一个机会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不是给的 好点了吗 好一点 你不要介意我说的话 是我的错 你别怪我 阿次 是我意气有事 我冲动 我不该来这里 是我的错 好 我已经尽力了 我尽力掩饰 尽力隐藏 尽力 这 我没有怪你 我也犯过错 老于牺牲了 将来的路更加难走了 我们得要熬过去 熬过这一关 你 我今天见到了容处 她在短时间让我看清楚了 这二十多年以来 蒙在鼓里的真相 我 我的内心防线 在她面前彻底瓦解 什么真相 我的父母 全都是冒牌活 我不知道该不该回家 今天 我有一种无家可归的绝望 前路茫茫 心灰意朗 我想到了你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家 阿子 我可以缓解你内心的疼痛 但是你必须面对残酷的现实 我现在不要求你熬过来 但你我务必要停过这一关 我知道 你现在很难过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向你保证 所有的事情 一定会有转机 你在我心里放一盏灯吧 好照亮我回家的路 没想到 没想到 在最危险的时候 你反而学会了浪漫 革命者的浪漫主意 挨得过凤霜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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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跟你在这儿无谓的耗下去 我只想问你一句 你要回答是 我马上给你一个痛快 是 还是不是 爸 我 我是被人陷害的 是 还是不是 我死了 你一定要把那个内鬼 抓出来 是 是 还是不是 不是 不 不是我 我信你了 我 我会帮你把那个内鬼给揪出来 还你一个清白 老鱼牺牲以后 一组三组四组合并为新一组 下院长是我们的新上级 有一个号码 你一定要记住 五四八九 二十四小时会有人接听 五四八九 方志同有一个手下已经被捕了 但现在还不确定 他是不是已经叛变 但有一点值得可疑的事 李信红 居然发话叫军医给他打指通针 那也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已经辩解